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11月13號星期一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以色列方面表示 哈馬斯失去了對加沙的控制能力 美國對和伊朗有關的組織發動第三次攻擊 結束中共暴政 反共人士齊聚舊金山 還是請您在節目開始之前 點贊訂閱希望之聲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在13號表示 隨著以色列國防軍全面佔領加沙城 哈馬斯已經失去了對加沙地帶的控制 13號 以色列國防軍 戈拉尼旅士兵們在遭到佔領的哈馬斯 一回大樓內舉著以色列國旗拍照 軍隊詳細描述了最近消滅多名哈馬斯指揮官的細節 表示哈馬斯恐怖組織的行動不足為懼 加蘭特說 哈馬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以色列 在軍隊推進的同時 恐怖分子正在向南逃亡 而巴勒斯坦平民正在搶劫哈馬斯基地 他們對政府沒有信心 13號晚上 以色列軍方表示 部隊攻陷了被哈馬斯劫持的蘭蒂西醫院 斬首了哈馬斯的成員 在醫院下面的地道裡 以色列軍方潛入之後 證實發現了極端分子的指揮和控制中心 自殺式炸彈背心、手榴彈、AK-47突擊步槍等設施 但並沒有發現被扣押的人質 另一方面 參與聖城醫院攻堅的以色列軍人表示 在他們抵達時 發現哈馬斯分子站在入口處的一群平民中間 向第188裝甲旅的士兵開火 並發射火箭彈 這令人髮指 在空中支援下 部隊向哈馬斯進行了打擊 擊斃了21名武裝分子 還有武裝分子逃回醫院內部躲避 期間沒有以色列軍方成員受傷 以色列時報引述以色列國防軍的聲明說 這一事件是哈馬斯濫用醫院等民用建築進行襲擊的又一個例子 國際法在戰爭期間對醫院進行特殊保護 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表示 如果戰鬥的一方利用醫院來隱藏戰鬥人員或儲存武器 醫院可能會失去這些保護 13日 以色列發布了一段視頻 顯示一名攜帶火箭、流彈發射器的恐怖分子進入聖城醫院 附近駐紮著一輛以色列的坦克車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少將13日表示 哈馬斯利用醫院作為戰爭工具 在袈裟犯下戰爭罪 這是反人類罪 他強調說 以色列的戰爭是針對哈馬斯 而不是針對加沙人民 尤其是病人、婦女和未成年人 他們是被哈馬斯劫持的對象 報導引述以色列方面的情報說 10月7號時哈馬斯在加沙地帶擁有大約3萬名武裝人員 分為5個地區旅、24個營和大約140個聯 以色列的重點目標是哈馬斯聯長以上的指揮人員 截至到目前 哈馬斯有2個營遭到了最嚴重的打擊 其中達拉吉土法營的全部高級指揮人員 包括營長、副官和幾名聯長已經全部被以色列消滅 沙地營的副營長、幾名聯長也被斬首 一些主要的據點已經被以色列國防軍佔領 他們負責保衛西法醫院下的恐怖組織的主要指揮中心 《衛報》報導表示 也是在11月13號 以色列軍隊已經抵達加沙最大醫院的大門 數百名的患者包括數十名嬰兒仍然被困在裡面 以色列方面表示 願意提供人道援助幫助疏散這些巴勒斯坦人民 在以色列迅猛進攻的同時哈馬斯表示 他們與卡塔爾討論了釋放加沙最多70名婦女 和未成年人質的問題 以換取以色列為期五天的停火 但以色列方面表示 將拒絕哈馬斯所有關於停火的要求 除非恐怖分子釋放所有240名人質 五角大樓的官員證實 美國飛機12號襲擊了敘利亞境內 與伊朗有聯繫的武裝分子的基地 目標瞄準他們的武器儲存設施和指揮控制中心 ABC新聞報導說 在過去的2個小時內 美國對敘利亞的2個地點進行了精確的防禦性打擊 這次行動是為了回應伊朗支持的代理武裝分子 對美軍發動的持續襲擊 迄今他們已經造成了數十名美軍的受傷 美國軍方表示 這些攻擊是更大威懾戰略的一部分 旨在阻止其他組織使中東地區的衝突升級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12號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沒有比美國人員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 拜登總統指示 今天的行動是為了明確一點 就是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保衛自己、我們的人員和利益以及平民的安全 奧斯汀13號在新聞發布會上補充說 這些襲擊旨在破壞和降低反對組織的活動能力 他們對攻擊伊拉克和敘利亞美軍負有直接責任 五角大樓表示 這次襲擊是第三輪報復 在上週 美國戰機襲擊了敘利亞東部的一個武器儲存設施 過去三週裡 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在這個地區發動了幾十次無人機和火箭襲擊 他們的活動和這個設施相關 在上個月26號的第一次空襲當中 美國戰鬥機擊中了敘利亞東部的兩個武器彈藥設施 美國官員表示 在哈馬斯襲擊爆發之後 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開始高度針對美國人員 之前 美國高級國防官員告訴記者 我們要求伊朗對這些襲擊負責 不僅是針對他們支持的民兵 美國舊金山這週舉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 中美兩國將舉行首腦峰會 來自美國各地的中國民運人士從10號起陸續聚集到舊金山 他們以遊行 汽車遊行 召開國事會議等方式 抗議中共黨魁到訪美國 舊金山政府為了防止爆發意外衝突 從10號起就在APEC會場的周邊 用鐵網隔離了人行道與馬路 在同一天 三名西藏青年活動家 在舊金山市中心懸掛起自由西藏的橫幅表達抗議 除此之外 來自美國各地的華人民運人士 也從10號開始聚集到舊金山 20多輛汽車組成的汽車遊行舉行了試試一試後出發 他們載著民主女神像 繞路經過已經被封的APEC會場 駛向中領館 唐人街 還有金門大橋等地進行抗議活動 遊行的車隊鳴笛 高喊共產黨下臺 結束中共暴政 習近平滾回中國等口號 圍繞中領館 轉了20多圈 最後來到金門大橋 向那裡的遊客介紹他們抗議中共暴政的活動 還有部分人在中領館下車 手舉著抗議標語圍繞中領館遊行抗議 遊行示威車隊沿途受到了很多市民的點讚和支持 11日下午 中國從79年到89年的民運領袖 魏京生 王君濤 王丹等人 等共計20多位民運維權人士 齊聚舊金山 希爾頓嘉月里酒店 召開了國事會議新聞發布會 美國眾議院與中共競爭委員會主席 加拉格爾議員也出席了這次活動 並發表了演說 加拉格爾表示 中共已經在認知領域 行動或心理戰上打響了戰爭 他在回答現場記者提問時表示 中共政權是任何存在自由的地方的敵人 出席國事會議新聞發布會 並發表了講話的雕塑家陳維銘先生 12號對希望之聲表示 國事會議為今後的中共反對派的權力機構 向議會過度奠定了一個基礎 其實就是議會的一個籌備會議 他表示 競爭獨裁和民主自由的一種對決 我認為這個會選擇這個時機季節 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應該團結起來 共同對付中共這個獨裁者 為埋葬中共這個獨裁政權權算加往 大家以抗術預言 也提出了很多現實性的建議 會已經成功的 大家在推翻共產黨 建立一個民主憲政的新中國 是非常的儀式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王霄的採訪報導 近期 北歐的三條海底天然氣管道 和通訊纜線突然遭到損毀 一艘來自中國的集裝箱貨輪 新興北極熊號是主要的嫌疑者 最新的調查顯示 這艘輪船背後的企業背景非常詭異 芬蘭國家調查局的官網 公布最新的調查進展顯示 10月24日從海裡打撈出的船毛 在某些技術細節上 被認為屬於新興北極熊號 偵查警司洛西表示 在這個鐵毛中還檢測到了 與受損的天然氣管道相同類型的油漆 然而芬蘭國家調查局 曾多次聯繫新興北極熊號 但他們不願意配合調查 除了傳謀本身的技術細節之外 還有來自互聯網照片的證據 指向新興北極熊的錨定問題 一家媒體甚至在報導中 附上了一位俄羅斯攝影師的照片 顯示新興北極熊號進入阿爾汗格爾斯克時 被從正面拍攝 拍攝的日期 被標記為10月22日 可以看到前面缺少了一個毛 然而這家媒體指出真實性無法驗證 美國之音在報導中提到 經網絡查詢新興北極熊號之後 發現它曾屬於海南新興陽航運公司 註冊資本1億元人民幣 註冊時間為2023年3月份 通過企業信息查詢平台 企查查網站 可以查到一連串複雜的股權關係 然後發現最終受益人是樊育欣 樊育欣在新興陽的間接持股占56% 並通過重慶樂多可持有海南新運月 航運有限公司100%的股權 以及海南楊浦天運 新航運有限公司50%的股權 另外還發現上海樂多可和樊育欣 也在做中歐班列的生意 樊育欣還是俄羅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實力和背景很不一般 但是與他相關的多家公司 都查不到官方網站 不過在尋找外文的報導當中 能夠發現一間新興海運的公司 在他的網站可以看到新興北極熊 是他旗下的貨輪 神秘的是 這個網站公布的一個國際班輪運輸經營 資格登記證 發證日期在2002年 卻沒有發證的機關印章 也沒有證件的有效期 而且他的10條貨櫃船 都在跑中俄航線 一航運在今年的8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新興海運可能是全球航運市場最標最神秘的公司 成立不到一年的運力 近身全球前50名 是許多民營的航運公司 努力100年也達不到的業績 並且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這家公司在行業網站 阿爾法縣網站排名已經是38位 這也讓人質疑 它背後不是有大型的財團的支持 就是有政府力量的支持 西班牙眾議院議長13號表示 西班牙代理總理桑切斯 將在週四的議會投票中 尋求新的4年任期 之前 她的政府尋求赦免數百名申請獨立失敗的 加泰隆尼亞分離主義者 根據西班牙國家報的估計 這導致週日全國15個城市的超過27萬人走上街頭抗議 又以反對者竭力反對這樣做 並且說不可接受 彭博社報導說 在馬德里一名70多歲的女士 拿著寫有出售國家換取期票的牌子 這指的是桑切斯尋求連任 需要的加泰隆尼亞議員的支持數目 也有人是舉著西班牙和歐盟的旗幟 要求尊重憲法 抗議活動是由主要的反對黨 中右翼人民黨組織的 桑切斯的保守派反對者指責 他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而將法治置於危險當中 人民黨的領導人費喬 之前沒能獲得支持擔任總理 為桑切斯打開了道路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 同時歡迎您加入希望之聲TV的會員網站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請 các同事 為真正的視頻 請看 甚至是 還有 詞 emailed 為真正的視頻